好酱油零添加,味道栏目指定产品千和酱油 离开盐大姐家,我又踏上了我的美食调查之旅 周山的年味美食不仅有营养丰富的免鱼 还有那一提到就会流口水的梭子蟹 梭子蟹可是周山人年味餐桌上的重头菜 听说它的最佳搭档居然是年糕 这会是一种怎样的搭配呢 让我们先从年糕开始调查吧 糯米性黏柔软,精米的米质比糯米要硬一些 将糯米和精米按照5比1的比例混合 在水中浸泡12个小时后,磨成米粉 这就是制作周山年糕的最佳原料了 还有给它铺的均匀一些 给它平均的熟透 这样蒸多长时间能把它完全蒸熟啊 大概20分钟 20分钟 那咱们找个盖子给它盖一下吧 这个不能盖 盖了它水蒸汽下去的话 会把那个面糊掉 糊掉以后就是会产生就这个 粘度很大 就是不能做年糕 就打不开 在蒸汽的自然气润下 水分均匀地渗透到了米粉之中 盐糕的制作讲究两个字 趁热 我现在试慢一下 年糕的制作过程也叫打年糕 顾名思义 关键就在一个打字上 来回翻着这个米 然后还给它往里面添着这个凉水 在舟山古法制作年糕 要用石旧和石锤 一人扔锤杂下 一人龟螺米粉 松软的米粉在石锤的鸡打下 会紧紧的粘在一起 体积也会变小 一二三 哇 有点偏了 一二三 哇 哎呀 这个像了 这个像了 这会儿有点专业的感觉了 对对对 哇 天啊 这个打了五锤下去 已经开始出汗了 这胳膊的劲儿不行 力气不如大哥的力气弹 对对对 关键是这个真的是一个技巧型的活 你看 这两个人一定要是很默契的 我数了个大概 我觉得现在得有个一百来下的 有有有有一百来下 可以成了哈 嗯 可以可以可以 经过一两百下的趁热打粉 米粉变成米糕的时候 依然热气腾腾 给年糕定型的过程 同样也需要趁热 一旦年糕变凉 成品的口感就会大大降低 这个胖胖的不太好看 就是我的第一个这个年糕作品 你看跟乐大哥的比一下 哇 人家的做的这个 还真的是很匀称很美的 那个啊 那现在年糕就算是全做完了哈 对 那我们就是年糕做完以后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做个记号的 做个记号 打个印度 就算是印度小花 哎 我知道 年糕做好以后 马上就该我们这道菜的主角 螃蟹上场了 本栏目由喜之狼集团 美好时光海苔 独家特约播出 缩子蟹以形状像织布的缩子而得名 熊蟹称肉蟹 磁蟹为高蟹 冬季正是高蟹最肥的季节 市场上偶遇的这位杨大哥 是挑螃蟹的高手 自己开了一间饭馆 每天都会到这个市场上 来买螃蟹 你看拿这个蟹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因为这个螃蟹 你看虽然说它这一部分是很小的 但是力气很大 一扎到手很疼的 又被前症了 是不是这个拿蟹的时候 要拿来这个部位会好一些 不要拿大腿边上 这个脚部位手被咬住了 买蟹的就这里打开一看 就红的就好了 我随便拿一个拿过来 这这里面打开就是红膏蟹的 对吧 这就是红膏蟹的 有膏的打开就不一样了 你看 挑扁这个蟹的时候啊 大小不重要 重量也不重要 关键是 看蟹的这个身体的两个 两头就有红就可以了 对吧 不一样吗 等下这个鞋咱们就可以带走出来 可以带走 今天的杨大哥是为一桌特殊的客人 专门前来购买海鲜食材的 春节将至 他要请他的家人们提前吃一顿年夜饭 周山人太吃海鲜 年夜饭桌上更是少不了海鲜 如今很多周山人喜欢将年夜饭安排在酒店来吃 杨大哥就因此而经常不能回家过夜 因为他的饭馆名叫夜排档 杨大哥的夜排档在沈家门鱼港的岸边 时间尚早 家人们还都没来 但这顿年夜饭却要开始准备了 我们周山人吃饭有好几种 有生吃的 有清蒸的 有白煮的 稻土蟹的 还有炒年糕的 我给你做稻土蟹 好的 先把这个切一下 要很使劲地从中间给它分开 分开了 那壳也是一样的 这个你怕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盖子就要盖起来 就这样子了 就放在盆子上面 这就是我们周山人吃的饭 倒的蟹 螃蟹是周山年夜饭桌上必不可少的菜式 杨大哥准备的这一道菜名叫倒立蟹 倒立蟹的做法简单 但却最能保留螃蟹鲜味 只需一刀 将螃蟹从中间切开 倒立着放在盘子里 撒上少许盐巴 蒸熟即可 就这个切成螃蟹的盐巴就可以了 就放在沙底盐巴就可以了 周山的螃蟹 周山的螃蟹不放味精的 体现出来是正宗的 鲜味很鲜 只需几分钟 倒立蟹就已经蒸熟了 唯一的一刀切口 使得螃蟹更容易被蒸熟 而且不会在内部残留多余的水分 阴晕的热气中 肉是肉 黄是黄 让人忍不住想吃上一口 这刚出蒸炉的倒立蟹 还有点烫手 你看这个颜色很漂亮 你看 你怎么样 你看看这个倒立蟹可以吧 太赞了 那你先尝尝 里面的这个蟹肉是很嫩很嫩的 对 你看这个蟹黄 真是凝无知的感觉 哇你嚼在嘴里面 你就真的拿不出空来说话了 你吃完一口就还想再吃一口 味道鲜美得不得了啊 大哥我真像我您 一直生活在这海边 海边吧 特别有口福 品尝完倒立蟹的美味 杨大哥就要开始向我展示 年味餐桌上 梭子蟹最经典的吃法 螃蟹炒年糕 海鲜吃的是一个仙字 螃蟹炒年糕最大的难度 无疑是如何保留螃蟹的鲜味 将切好的螃蟹裹上一层干淀粉 放入热油中炸 淀粉锁住了螃蟹的营养成分和鲜味 待螃蟹炸熟后 再放入切好的年糕继续炸 此时螃蟹上的淀粉已经是金黄色 而螃蟹的鲜味在热油的逼烘下 从淀粉层中渗透出来 为年糕吸收 用酱油 糖 醋 生姜等熬成的汁 为螃蟹上了色 给年糕提了味 把它起泡了就好了 这基本上算是螃蟹炒年糕的底汤了 底汤 再放下去就可以放进去好了 再翻几下 再翻几下吗 对 再翻几下 好了 放点葱就可以了 这么快 就可以上刷子了 不要炒 不用炒了 就这样翻下来 一道螃蟹炒年糕 螃蟹的鲜传递给了年糕 年糕的香过度给了螃蟹 互相补充 互为增色 我直接下手吧 很香吧 给您收大拇指 刚才大哥给这个蟹肉裹了一层淀粉 然后就下油锅里面这样焯了一下 你看这个外面已经是金黄金黄的了 嚼起来真的是那种薄薄的酥脆的感觉 但是一点都不影响里面那个蟹肉 你看里面的蟹肉还是这样白白嫩嫩的 嚼起来还是非常香 我也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吃螃蟹炒年糕啊 你看咱吃的不仅是美味啊 螃蟹象征了咱将来的日子 红红火火 而这年糕呢又是步步登高 我真的是在这儿不仅是饱了口福 而且也吃了一份吉祥的寓意 旅房里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夜排到了客人多了起来 杨奈哥的家人也已经到齐了 此时的他不仅要准备家人的年夜饭 也要准备客人们点的饭菜 只有在炒菜的间隙 他才能过来和家人们喝上一杯团圆酒 好 过年了嘛 大家好不容易就在一起 今天我请你们吃顿饭好不好 好 我敬你们一杯啊 好 我敬你 我敬你们一杯啊 好 敬你一杯啊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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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食材 不同的口感 在一场不起而遇中 造就了最丰厚的年味 但我细细品来 周深的年味烹饪密集 又不止食材搭配那么简单 在这样的新年里 你不难看到 那些深植在记忆中的海鲜美味 和餐桌上不断升温的浓浓心情 我想这样的经典搭配 才是周深人最引以为傲的年味秘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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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